嗨,大家好,我是奶茶 今天這一集分享所有的櫻花商品给你们参考 那因为最近气温变化得非常的大 所以我现在本人有一点小感冒 介绍过程呢,鼻音可能有一点重 大家见谅一下哦 那我们就先从贩卖台开始 制作材料呢,有这一些 可以制作的商品就是櫻花钓鱼烧 还有櫻花花间 接下来是櫻花团子串贩卖台 这个贩卖台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制作一下 因为之前有一些任务呢,是要用到团子串的 未来呢,可能也会有这种类似的任务 所以呢,其实可以自己制作一台比较保险哦 接下来看到的是櫻花自动贩卖机 它可以制作的东西呢,就是櫻花苏打而已 那如果材料足够的话,其实三台都是可以制作的哦 再来是櫻花树灯 这个树灯呢,非常的美 然后呢,它是可以点亮的哦 接下来看到的是櫻花灯串 这个灯串呢,也一样是可以点亮的 那我们的旁边呢,还有櫻花花环 只是我觉得它的材料呢,比较难一点 接下来看到的是四个展示人偶 除了呢,就是櫻花造型而已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改变啦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材料呢,也很简单 在这里呢,就直接换上这一次制作的衣服 衣服的话呢,就看你们要不要制作一件 然后收藏起来 接下来要展示的是这一个帽子 还有这一件櫻花条纹卫衣 那我们就搭在一起看一下 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没有裤子可以制作 帽子的话我觉得蛮可爱的 可以收藏起来哦 再来看到的是櫻花摇椅 摇椅的话一定要制作的啊 摆在家里面呢,真的超级美的 可以跟朋友呢,一起坐在摇椅上 然后一起聊天哦 再来呢,就是櫻花树 櫻花树的体积呢,非常的大 然后它的材料也不困难哦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应该会多做几个 嘿嘿嘿 再来呢,就是这一次的鱼缸 大家呢,应该比较好奇它可以放哪一些鱼 那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感觉呢,就是青花鱼饮以下的都可以放 像这个新典东方豚就可以放哦 小尾鱼饮是都不行放的 龙虾呢,也不行 其实可以收藏的鱼种呢,算是蛮少的 目前看到的呢,就是石狗宫以下的鱼饮都可以放 那龙虾呢,就是例外啦 这一次的鱼缸呢,是真的很美 单纯在家里做摆饰呢,也是不错的 再来就是看一下这一次的地毯 地毯的部分,我上面都有摆一些东西 大家一直很好奇,这个地毯上面的材料啊 棉花糖到底要去哪里做 那这个棉花糖鸡呢,其实是风格抽奖里面的 而且呢,也确实不太好抽 那我自己呢,都是来朋友的家制作的 如果大家想制作呢,也可以过来哦 爱的话,也是常常开派对的房主 只要点开家庭派对,就可以看到它咯 也不要忘记,记得帮房主点满十颗星星哦 我们继续回来看一下花瓣凳子 这个凳子呢,其实蛮可爱的 那主要呢,还是要看你们喜不喜欢啦 再来看到的是野餐用桌子 大小呢,就在这里给你们参考 还有旁边的樱花垫子 这个垫子呢,是不能做的 那它单纯就是摆饰品而已 再来看到的是花瓶 花瓶呢,其实大小跟我的人物差不多 材料呢,就放在这边给你们参考啦 接下来看到的呢,是樱花的烟火 那烟火的材料呢,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它有很多只蝴蝶要去抓 那烟火按下去呢,会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呢,有一点无聊 学们想说它会不会有一些樱花的特效 结果没有耶 再来就是看到这一次的屏风 屏风的大小呢,就在这里给你们参考 然后是这个十字方块 这个方块呢,我觉得蛮美的 旁边呢,都有这个樱花的图案哦 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个十字地毯 地毯的长度呢,有两个屏风这么长 我是觉得它的地毯配色很美啦 接下来要看的呢,就是木质方块 方块有两个颜色,材料都一样 这些呢,都是在家具店买不到的 以上呢,都是家具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交通工具咯 首先看到的呢,是这个野餐的地毯 那千万不要跟我一样一次做太多 因为呢,它不是布置家里的 同样的东西呢,还有这一种 单纯呢,就是找一个地方 然后跟朋友一起野餐啦 地毯呢,还有这个圆形的哦 跟前面两个是一样的,就只是造型不同而已 接下来看到的是负便机车 那这个呢,是可以载宠物的哦 如果你没有载宠物的交通工具,就来制作一下吧 它的速度呢,是6 这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最后呢,就是滑板啦 如果喜欢樱花滑板的人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咯 它的速度呢,一样是6 以上呢,就是本次的樱花商品开箱 如果喜欢这一次的风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咯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